摔倒這樣 那你女朋友幫你哭哭 會痛嗎 那不重要 會痛嗎 那不重要都不重要 那個團員你看這邊 這個底數比例大 這個是凹向下的地增 凹向下的地增 可以齁 他是笨重的 那團員底數在你跟你一直見的時候 他是凹向上的地減 他是地減 但是凹口是朝上的 你看他地增很慢 他地減也怎麼樣 也很慢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對數凹數他很特別 就是長得很慢 掉下來掉的其實也很慢 就大概是這樣 好 我們休息啊 每次休息 講到第四點 再來還有第五點 我都簡單講就好 來第五點 我們來看一下 凹數都會有什麼東西 都會有定義域啊 對 都會有定義域 就是規定 跟什麼 不是規定 跟值域嘛 定義域是什麼 可以示範嗎 是嗎 來 團員這個凹數 一定會有定義域跟平域 他會什麼叫定義域 給我一句話 在裡面才有用 就是 就是 講白一點 簡單就是x的範圍 使得這個凹數有意義的 那些x所形成的集合 對不對 來 團員看這個圖 我問你喔 這個凹數如果要有意義的話 它的x並標怎麼樣 大於0 所以你知道這個要怎麼寫嗎 你可以大於0 寫x大於0 應該這樣講 你知道如果考試這邊寫x大於0 其實是不太正確的 因為考學 這個定義域跟值域 它都是什麼 集合啊 集合的話 如果你要寫得好一點 應該要寫什麼 要寫中括號 對 這大括號 然後裡面就x怎麼樣 大於0 好 可能這樣寫 或者你寫這樣 x屬於什麼 r r是什麼 r是任意時數喔 如果我要寫大於0 的時數 你就在r的右手邊怎樣 右上角寫一個加 x屬於r plus 這個代表說x是 r plus 你聽懂我意思嗎 有人是這樣寫 就是說x是大於0的時數 所以有人就寫說x屬於r plus 也有人這樣寫 這正確的 這個寫法是對的 同學那直域是誰的範圍 Y 可是你注意到這個圖形喔 它的y重複無限大 超正無限大 是不是都可以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y就是任意的什麼 r 時數嘛 你就寫y屬於r就好 好 這樣寫就ok y是任意的時數 瞄嗎 行不行 老師你現在還會自己練習數學嗎 練什麼叫練習數學 就是自己算 對 或是研究 研究會啦 有時候會研究一下有什麼東西要 有什麼東西要 研究 什麼樣啊 董宏你還好 趙葉啦 他把那個槍位才吹我 什麼趙葉 什麼槍位才吹我 是張國忠 是張國忠 張國忠 紅衛歌詞 紅衛歌詞 紅衛不可以最早喔 紅衛就這樣去 這裡 那個進度先講到這邊 我接下來要講這個 這裡 把你的席座 我需要你的席座 紅衛那麼容易就要進去了 蛤 不是 黃衛下一集 我還沒抽 紅衛不知不覺 這個情景深深的就給他去 是 是 只是到此為止 好厲害 我需要你的席座 快點快點 紅衛謝謝 這個 這個還要抄嗎 這個還要抄嗎 抄一下好不好 就看一下 席座我要講一題喔 請翻到私事事業 來把這一題講給我好了 真的喔 不用說那麼大話 不用上太多 因為等一下還有一節啦 好 來 對 翻到私事事業 還能說掌聲那麼大 來 私事事業 安靜安靜喔 我要講第八題 這個第八題這個題目 我剛才會講喔 像 我對這種題目 其實 我平安靜講 我對這種題目很爛 然後其實我對這種題目很反感 但是 每個老師的觀點不同 有些老師很喜歡這種題目 所以 我認為考試 他很有可能會考這種題目 來 這個題目喔 可以你給他兩個贊 好 然後旁邊寫一下 這個是長考題 那等一下我教你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 那個技巧 好不好 還有就是 我也可以稍微講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這種類型的問題 其實沒有價值 就是考試 不是我們的重點 就我覺得 有太多更值得去寫的題目 像這種題目就沒有什麼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第八題喔 這個第八題他說 X叫做誰 X叫做LOG 以誰為理 以2為理 以3的對數 對不對 這是他講的啊 X是他 然後Y叫做誰 Y叫做LOG 以3為理 誰的對數 7的對數 好 這題目的條件 欸 SY嘛 然後下面兩個小題 他問什麼問題呢 他說 請你把下面的題目喔 用SY把它表示出來 來LOG 以2為理 14的對數對不對 好 這個 我教同學喔 來 同學你看喔 哈囉 你看這邊喔 你知道這種題目喔 其實奏法很多 但是我覺得我教你一個萬用的做法 這種題目你覺得你是要怎麼做 比較 比較 比較那個 我給他換喔 換 可是換頂我們就遇到一個問題啊 到底要換成以誰為理喔 我跟你說 你看題目的條件喔 S叫做LOG23 Y叫做LOG37 你看哪一個數字重複出現的比例最高 3 我告訴你你把3圈起來 好 3出現兩次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換頂 就換成以誰為理 我跟你講就換成以3為理 我跟你說這種題目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裡是LOG多少 LOG 以3為理 2的對數 欸這樣寫可以嗎 換底阿 換成以3為理 那換底之後 來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地方可以怎麼寫 這個分母是LOG32 LOG32 那分子LOG34 你可以把它拆掉 拆成LOG3多少 2 加LOG3多少 7 這個用核差公式把它分解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同學我們一起來看喔 來 同學我問你 LOG23叫X 同學你知道LOG32是它的怎麼數 導數 所以LOG32叫做誰 X分之1 不過我要先問一下喔 為什麼這個是導數 為什麼 啊 同學X叫做LOG23嘛 同學LOG23如果換成以3為理 它可以寫成誰除誰 LOG3除以多少 LOG2啊 那要問你 LOG32 LOG32換成以3為理 它叫做LOG誰 LOG2 G除以LOG多少 LOG3 那同學我問你 這是不是它的導數 對 叫做X分之1嘛 對不對 很合理啊 欸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所以同學我問你 這個數在X分之1 來 LOG32是誰 X分之1 X分之1 再來加上 同學LOG37是誰 聽莫莫講 叫做Y 欸 叫做Y 同學我跟妳講 其實這就是答案 這其實就是答案 那我們為了使得這個答案看起來好看一點 我們分子分母同層誰 同層X嘛 同層X分母變成1 這裡變成1加多少 Y SY 對不對 所以這一題答案就是1加多少 XY SY 對啊 就這樣 欸 行嗎 寫一下 好 講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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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題喔 第一題 好不好 欸他第二題 同學你要不要做做看 你現在做 好 你現在做這個第二題 現在行 現在行 來第二題喔 LOG以誰為禮 28為禮 63的對數 好 欸第二題會不會行 可以喔 欸嘗試一下 其實這個還是換底吧 團學這個換底一樣換成以誰為禮 以3啊 所以這個是LOG以3為禮 63的對數 除以LOG以多少 3為禮 誰的對數 28 28的對數嘛 28嘛 對不對 啊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有什麼難的啊 63可以幾乘幾就好了 就9763嘛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LOG以3為禮的9 再加上LOG以3為禮的多少 7啊 就這樣嘛 啊這個28 好學你會怎麼看 47啊 4728 LOG以3為禮 4的對數 再加上LOG以3為禮 誰的對數 7的對數 是不是就結束了 對不對 好 欸那我們整理一下喔 這一題我想答案 應該我們只是語出吧 好 阿不是已經結束了 這怎樣嘛 什麼東西法會喔 什麼東西法會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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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什麼法會 什麼法會 啊不然欸 來 所以我問你 LOG39是誰 2 那 那LOG37是誰 聽過我講 Y 那再來 LOG34 欸可學 LOG34就是兩倍的LOG 3 2 對不對 所以它是x分之多少 2 x分之2 欸這樣會不會太快 不會不會 然後LOG37是誰 LOG37是Y對不對 欸 好啦 寫完了對不對 來讓我們整理一下 分子分母同乘以多少 同乘以x 所以它可以寫2 加什麼 AKSY AKSY 它上面是2x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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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等一下 結束了 嘘 大家幫他安靜一點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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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啊 欸你們辦那個創意是誰想的 洪偉 真的嗎 不是我 是洪偉想的 是 洪偉會打到我 洪偉會打This 10 Drunks 我啊 這個 這種題目 你知道為什麼 我可以說 我個人非常不喜歡這種例行的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這跟我高中時候的一個事情有關 來你再寫一個 你寫一個 是不是有什麼 沒有 你去看那個 你去看那個 火鍋住號 沒有沒有 還可以喔 你去看參考書 這個題目現在在很多參考書都還有 欸我覺得很誇張就是 這種不好的題目 為什麼從我念高中到現在 竟然還出現在參考書 台灣就是一群不好的人搞中這樣 我舉個例子喔 這個例子喔 我永遠記得 A叫做2的 安靜安靜 來0.6次方 我先來考你 然後我再問你 為什麼這個題目不好 好 來 其實這題目中有這一次喔 A叫2的0.6次方 B叫做2的0.03次方 然後我現在要請同學 用小A還有小B來表示 來表示誰 來表示誰 來表示這一個 2的1.17次方 來 這個答案 如果今天考試考你的話 這個答案你會寫什麼 你寫寫看 我會寫3 你嘗試一下喔 A叫做2的0.9次方 B叫做2的0.03次方 我要用小A跟小B來表示 這個東西 你先做做看你的答案 這個答案 來你做 你應該會有答案吧 好 來你試試看 我有答案 我沒做 你試試看 好不好 那時候我覺得他有數字很感到 對 就設計過了 那你試試看 等你 等你等你 好 就這樣 2 你看到就是你家 你家要換 啊 董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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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趕快一起來 你可以寫在你的席桌上嗎 或者你寫在筆記本上 都無所謂 我可不可以讓你寫 然後一波同學上來寫你的答案 就上來寫之後我們加分 這樣他都要試試看 阿姨幫我寫一下過程 這樣同學比較用 要看 都剩要起來 沒有 我直接把他打開支撐 台地要撐一下 來 台地要撐一下 台地要撐一下 哇 是土地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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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交換嗎 2 他 所以你的答案是多少 你的答案就是這樣 好 來 請寫 第1次是我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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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個 同學你看這邊 哈囉哈囉 董宏啊 你們那邊怎麼在聊天 董宏 董宏 好啦 來看這邊 同學那個剛才凱蒂 他那個答案是長這樣 你的答案跟他一樣嗎 跟他一樣嗎 好 那我現在要問同學一件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個題目很大嗎 變結就好了 不是不是 想想它 主來組是這樣嗎 A的就是他成 這主來組這樣是怎樣 大家可以做 來 那個我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我跟你說 我高中生的時候 我不是寫這個答案啊 然後老師是不給我對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我這一題答案怎麼寫你知道嗎 我就寫V的幾字方 39字方 他的39字方不是他嗎 我現在也沒有錯 我問你對還是不對 我問你這樣寫可不可以啊 對 對 那甚至我這樣講 如果今天 因為題目是用AV表示 對嘛 題目是講說 用AV來表示這個東西 那其實同學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說 首先這個能不能用它來表示 那如果可以的話 它的表示法是不是只有一種 其實你在考慮數學問題 應該會遇到很多很深刻的地方 那像比如說 同學問你喔 一定只能寫V的39字方嗎 他還可以怎麼寫 比如說很多種你有沒有舉例 我不想 A 比如說可不可以寫成 如果我今天搞怪一點 我可不可以寫成 2的1.17字方 乘上A的0字方 乘上B的0字方 這樣算算 你覺得這樣算不算嗎 這樣算耶 你說嘛 用AV來表示 我這樣寫你覺得算不算嗎 你說嘛 你覺得算不算嗎 老師應該不會說這種題目 沒有同學我跟你說 這種題目 可不可以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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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會講這種話 這個 可不可以寫啊 還是起定嗎 起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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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寫啊 來 這個我跟同學講一下 哈囉哈囉 同學這個東西喔 他表示法有無限多種的 他的寫法 事實上有很多可能性 但是有同學就會回過來 投來思考這個問題 他會說 老師那剛才這個題目 他的寫法 就只有這種嗎 會不會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想我們先不要談那麼多 我只是想借這個機會 跟同學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告訴你 我個人對這種題目的評價 其實是不太OK的 如果是我出題 我不會出這種什麼 用誰來表示這個東西 因為這種東西 這題目本身設計上 有一些缺陷 好 那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這堂課 就先跟你談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好 黃偉 黃偉 謝謝 黃偉 我們謝謝